中央气象署一大早针对了全台湾九线市发布了大雨特报 那么这一波封面雨势惊人 下雨的时间可能拉长 来听气象署的最新说明 由于我们气象局发布的特报 以及各项及时天气讯息 首先我们由云图来看一下目前封面对我们的影响状况 从云图上可以看到封面目前的位置 大致上在台湾的东方海面向西延伸 通过花莲这一带 然后再进到台湾的中部这一段 所以这一段在中部以北地区 是主要它影响的区域 另外南部地区也有一些零星的对了云在发展 那详细的降雨状况 现况我们由雷达回波图上来为大家做个说明 从最近的雷达回波图上来看到 这个比较红色的暖色系的部分 就是降雨比较明显的地方 可以看到降雨比较明显的区域 主要还是集中在我们的中部以北 那宜兰跟花莲地区是降雨比较明显的地方 那至于中南部地区也有一些零星的回波 在移入有一些零星降雨的状况 那截至目前为止我们看累积降雨的部分 从昨天的入夜到今天的清晨 就今天的部分主要的雨还是在中部以北的地方 那最明显的还是集中在桃园到彰化这一带 那可以看到累积雨量的部分 目前在比较大的地方是在台中跟苗栗 分别都有达到累积的大雨的标准 另外时雨量的部分短延时的强降雨的部分也比较明显 可以看到彰化苗栗台中都有达到短延时大雨的这样的标准 所以瞬间的大雨的状况跟累积一样的部分 都是比较明显的情况 那至于今天受到封面影响降雨的状况怎么样 我们由累积雨量的预测图来为大家说明 今天白天的时候还是影响比较明显的 可以看到整个西半部地区甚至部分的宜兰花莲地区 都会有比较明显的降雨 那其他地区也会有局部的阵雨或者是雷雨 那到了晚上的时候可以看到晚上其实西半部的雨 整体而言雨是是比较趋缓的 不过整个西半部地区还是略偏偏偏不稳定 还是有一些短暂阵雨的发生 那东半部地区相对西半部地区是明显的趋缓 至于后续的天气情况 我们有一周的预测图来为大家做个说明 那主要来说今天是受一个封面通过的天气形态 所以整体而言在今天白天相对是比较不稳定的 那到了明天可以看到 其实原来的封面断开冬雨 不过从台湾北部海面到华南这一带 又有封面深层而且逐渐靠近 所以明天的天气是一个逐渐趋向不稳定的过程 那再来的话26号这段时间封面影响 而且伴随比较强的西南风 所以26号这一天也就是礼拜五的这一天 相对来说是天气最不稳定的时候 那27号28号一直到礼拜天这段时间 还是在封面的影响之下 到了29号原来封面远离 但是还会有一道封面 在台湾的北部海面附近 所以28号29号30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一 礼拜二天气来说 虽然没有前面的天气情况这么不稳定 但是相对来说还是一个不稳定的天气 那至于详细的降影转换 由我们的降影趋势图来为大家做个说明 刚可以听到就是 在28号之前也在礼拜天之前 其实是受到封面 甚至有时候伴随比较强的西南风 天气来说是比较不稳定的 可以看到在28号之前 整个西半台湾地区呢 台湾附近呢 都是一个比较不稳定的天气情况 各地的降影几率都是比较高的 特别是西半部地区 那部分的东北部地区 其实有时候呢 降雨的情况是比较明显的 特别是在26号 也就是礼拜五这一天呢 受到封面的影响 而且伴随比较强的西南风 可以看到其实在中南部地区的雨势呢 相对来说 比其他地方来得更明显 在中南部地区呢 有可能出现局部性的好雨 这点请中南部地区的朋友 要特别留意 而且其他地区在西半部 东北部地区 也有可能出现局部性的大雨 这边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 礼拜五这一天的降影情况 相对是比较不稳定的 但是我们还是要说 整体而言都是不稳定的天气 一旦有对流发展 就有可能出现 短延时的强降雨 雷急跟强震风的现象 请大家一定要多加留意 那到了29 30号呢 封面就会在北部海面附近 那整体而言天气还是 比较不稳定的情况 特别是中部以北 宜兰花莲 还是有短震的震雨 那其他地区也要留意 会有一些午后雷震雨的情况发生 那最后提醒大家 今天受到封面的通过的影响 在西半部一旦花莲 还是有可能出现 决不信的大雨 那礼拜四到礼拜天 会受到另外一波封面的影响 我们预期这一波封面的影响 将比今天这一道封面 还要明显 那特别是在礼拜五的时候 在中南部地区 有可能决不信的豪雨 那最近这段时间 我们刚刚提过 一旦对流发展起来 就要特别留意短延时的强降 雷吉跟强震风等 比较剧烈的天气现象 请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汛的工作准备 那另外的话 在26号到27号清晨这段时间 马祖人容易受到低运的影响 那也要特别注意 能见度比较低的状况 有搭机往返外岛的需求 也要特别留意 以上是今天 上午最新天气预报的内容 请问一下现场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